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安省少数自由党政府推出新预算案 新民主党明确表示反对省长维恩父辈受敌 申请解散政府 安省6月中将举行新一轮省选 乌克兰军队向东部城市展开攻势 俄罗斯警告乌方放弃行动 否则将会付出代价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5月2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主要新闻 安省少数自由党政府今天出台新的预算案 公布安省2014到15财年的财政赤字 为125亿加元 高过2013到14财年的113亿加元 同时也高出自由党早前预期的10亿加元 自由党政府昨天推出高达1300亿加元的预算案 推行的是一个为期10年的经济大计 首先与历届不同的是 本届预算案增设了一个强制性的退休金计划 既有成本效益 负责任也可以帮助安省的劳工建立一个更加有保障的将来 安省退休金计划与联邦的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并行 但扩大了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所提供的保障 起初推行时涉及的省民将达300万名 此外预算案重点保障安省业主、学生、病人和低收入者 并且将加大力度发展省内交通 自由党政府计划在未来投入290亿加元 用于建设省内的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 其中大都地区和汉密尔顿地区将获得150亿加元 此外省府还计划斥资114亿加元 用于在省内设立新的小学和高中 新的预算案还将安省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小时11加元 与此同时年收入在15万到22万之间的民众 每年将增加所得税450加元 这部分人的所得税税率将增加到12.16% 而年收入在22万以上的民众 每年将面临增加5500加元所得税 此外航空燃油税在未来4年 每公升将增加4% 烟草税也将增加到13.97% 200支的盒装香烟 每盒收税3.25加元 安省自由党作为少数政府 其推出的新的预算案 至少要得到一个反对党派的支持才能够通过 否则就会触发大选 安省进步保守党已经明确地表示 不会支持自由党的预算案 而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沃斯 也在今天上午公开表示 该党将投出反对票 安省自由党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省长维恩今天下午向省都翁立提出请求解散政府 安省将在今年的6月12号举行申选 安省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沃斯今天上午发表讲话 称对安省自由党省长维恩以及其所领导的省府失去信心 因此不会再支持维恩 霍沃斯列举了一系列针对自由党的不信任因素 其中的重点就是滥用公款 取消建造两座发电站 并对公众隐藏事实 此外他还透露了部分自由党 未能对新民主党兑现的政策承诺 霍沃斯的表态令自由党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是立即申请解散政府 发动省选 或静待省府就新预算案举行投票 由于进步保守党早前已经表明不会支持预算案 而掌握生杀大权的新民主党又明确表示会投反对票 安省省选似乎势在必行 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斯 此次的态度令各界感到不解 因为自由党的预算案当中 大部分是顺应了新民主党的意愿 以安省劳工联会为首的工会组织 在霍沃斯发表讲话后 敦促霍沃斯支持预算案 避免发动省选 但也有公职人员工会支持推翻预算案 原因是公职人员并不是预算案的受益方 担心预算案通过会令工作不保 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之下 安省省长维恩今天下午两点钟 正式向省都翁立提出申请解散省府 安省将在今年6月12号迎来省选 来关注多市方面 丑闻缠身的多市市长福特 经媒体证实前往美国接受戒断治疗 而至于针对的是酒瘾还是毒瘾 则不得而知 昨天早晨 之前一直否认各种指责的福特市长 冲破其住所外记者的重重包围 一言不发地坐上一辆在等候他的房车 由他的侄子把行李放入后车厢之后 快速离家而去 前往美国芝加哥 接受至少30天的借饮治疗 福特的家人对福特的去向 以及治疗针对何种方面三间其口 福特在昨天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 已经向市府提交请假信将至少离职30天 此外福特还承认自己酗酒 多市两家媒体 环球邮报和多伦多太阳报 公布视频截屏以及音频 曝光福特怀疑在其姐姐家的地下室 吸食毒品 以及对安省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 和市长选举竞争对手斯廷斯出言不逊 福特昨天深夜宣布离职 以及暂时停止市长连任的竞选工作 副市长凯利则从即日起全面接手福特的工作 加过方面 继上月中旬 加拿大派出六架战机到东欧之后 总理哈珀今天在安省伦敦宣布 为应对乌克兰危机 加拿大将派军队到波兰参加军事演习 哈珀表示 俄罗斯非法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之后 已经引起该地区的动荡不安 因此 加拿大将支配并配合北约组织的行动 与此同时 加拿大也要求里贾纳号护卫舰改航 以显示北约的决心 以及遏制俄罗斯的努力 但哈珀并没有说明 该护卫舰将驶向何处 不过北约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 将会加强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海上巡逻 好了 下过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将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大温房产 三月二十七日 WOW TV隆重推出 这意味着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画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 时期追踪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间十一点半重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 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东方三十分钟 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大家终于知道 气是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女人如果是气血亏的 第一个是会长斑 我们规定机 什么样是真的 什么样是假 第一个认准规定机三个字 然后第二个 我给你倒开尝一尝 一瓶酒喝十五天 每天睡前十五分钟喝 效果非常好 永远家里有一早 永远有一早 不要哭 我太远了 我太掉下来 女生的一些症状是 气虚亏血 女人亏血 天保旅游 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 共有十二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 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 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来看国际方面 乌克兰军队向占据东部城市的 亲俄武装分子发动了攻势 造成最少三人死亡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政府 停止所有军事行动 乌克兰反指 俄罗斯派武装人员企图越境 乌克兰政府军在当地星期五凌晨 向占领斯拉维杨斯克市的 亲俄武装分子发动攻势 出动大约20架直升机 多架装甲车和空降部队 其间遭到激烈反抗 政府军两架直升机被击落 乌克兰军方证实 机上两名机员死亡 一名机师被俘虏 又指其中一架直升机 是被地对空或舰炮击落 显示占据东部城市的 并非如俄罗斯所称的只是普通平民 军方随后拘捕四名武装分子 指示他们把直升机击落 在斯拉维杨斯克市外围 亲俄武装分子加紧布防 在主要通道架售路障 室内气氛紧张 不少身穿迷彩服的人 手持火箭炮以及步枪巡逻 时不时听到枪声和警报 政府军说 已经成功占据多个地点 将斯拉维杨斯克完全包围 乌克兰与美国 欧盟和俄罗斯上月签订和平协议 但局势未见缓和 东部城市亲俄呼声仍然强烈 在顿念此刻一个村庄 有民众包围政府军军车 不让他们前进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 批评乌克兰政府做法 是摧毁了实现和平协议的最后希望 要求立即停止任何军事攻击行动 否则就要负上责任 尼日利亚警方表示 首都阿布甲郊区 星期四发生一起疑似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这次爆炸发生在阿布甲的尼扬亚郊区 一个汽车站附近 该处周围在4月14号也曾经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70人死亡 超过100人受伤 目击者说 爆炸发生的地点 与一个警察检查哨很近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策划实施这起爆炸事件 尼扬亚郊区是一个不同宗教人士 共同居住的地方 目前不清楚 为何这个地方会成为爆炸目标 爆炸发生时 附近有警察 但他们未能阻止爆炸发生 警方发言人表示 至少有19人在爆炸当中死亡 并有多人受伤 记者表示 对尼日利亚来讲 爆炸事件来的不是时候 尼扬亚郊区上次遭到爆炸袭击后 当地230名女学生遭到枪手绑架 当局仍在追查此事 今年以来 伯克圣地武装分子 已经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三个省份 杀害了1500多平民 韩国首尔两列地铁追尾 导致大约200名乘客受伤 大部分是轻伤 当局怀疑是 列车的自动保持安全距离装置出了问题 导致事故 两列追撞的地铁多个车厢损毁 前面被撞的列车有两个车厢出轨 工程人员设法将列车推回月台检查 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三点半 首尔地铁二号线往残室方向的上网实力站 当时一般列车因为故障 或准停在地铁管道内接受检查 后面一般列车怀疑太迟才知道 即使已经紧急刹车 但仍然撞到前面列车的车尾 有乘客表示 赶到了列车背向前撞了两三米 又指当时列车上有广播 呼吁乘客留在原位不要乱动 但大部分人都不离广播 抢行打开车门跳下路轨逃生 乘客表示 列车比停站更加突然刹车 所有人尖叫 有广播呼吁不要离开车厢 但之后又叫他们到车头 车厢之间有多道门 但车门被撞之后无法开启 事后大约半小时 两列地铁上所有乘客都已疏散到安全地带 数十辆消防车和救护车 在地铁站外戒备 首尔地铁表示 两列地铁出事时都是人手驾驶 首尔市政官员怀疑 列车的自动保持安全距离装置出了问题 导致事故 不少乘客是跳出车厢时受伤 大部分都是轻伤 其中两人伤势较重 出现骨折和脑出血 一名列车驾驶员肩部受伤 总共150名伤者送往医院治疗 部分人已经出院 马航客机失踪近两个月 当局表示 搜索可能还要持续8到12个月 将投入更多水底设备协助 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也准备好加入搜索 马来西亚公开失踪马航客机 初步调查报告一天后 在开记者招待会交代 重申没有任何隐瞒 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西沙姆丁表示 他们的立场一致 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之下 所有不影响调查和搜索的资讯都会公开 西沙姆丁在吉隆坡 跟澳大利亚联合协调中心主管休斯敦会面 双方同意 南印度洋是正确的搜索区域 但相信深海搜索可能仍要持续8到12个月 他表示 已经要求多间马来西亚公司 提供专业水底搜寻设备 并会跟美军商讨增加支援 中心社报道 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也做好准备加入搜索 但要等搜索范围缩小至数十平方公里 才会出动蛟龙号 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表示 蛟龙号在海底可能进行全方位拍摄 也可以描绘残骸部分图 可以尽快照出客机的黑匣子位置 好